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也是国定纪念日的佛誕节 更是全球慈祭日 在各个佛教道场 也都陆续去办了玉佛活动 明天将在花莲敬司堂道理广场 以及台北中正纪念堂登场的玉佛大典 同时也提供了网路和电视传播 要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明天的早上七点和下午五点四十分 一同来共募佛恩 而玉佛大典倒数祭时了 彩排也进入了最后阶段 今天在台北和花莲两地的法师 以及志工们 大家把握最后一天的时间 加紧练习 另外在设备方面 测试是一再确认 面对突发状况 大家也都做足了准备 我一轨是人声二轨是音乐三轨是优人神鼓四轨是下岗 玉佛大典直播团队 人员器材各酒各位 今年新增户外LED字幕 泛败经文清楚呈现 工作人员逐一测试设备 克服任何突发状况 上紧每一颗螺丝钉 刚好碰到5.8级的地震 所以我们就赶快叮明所有的 不管是盆栽或者灯 一定都要加强稳固 所以这两天出现的状况 我觉得都是一个好事 金丝金社勤修室配合法师走位 才完成癌症治疗的刘静诚 把握姻缘不缺席 手记无量易经经文与位置 在这个预佛的环境里头 其实就是一个佛陀的怀抱 然后我们共同在这受佛法的滋论 那也在这个玉佛当中去学习 更谦卑自己 一年一度的玉佛感觉很殊胜 我昨天从美国特别赶来 就是希望能够赶得上 玉佛总彩排 金社法师清修室 四大职业主管同仁以及志工 礼尽前程庄严道场 当然新闻唐人军陈立伟花联报道